可是話說回來 如果總統選舉會影響市長民調 那為什麼侯友宜沒受影響 侯友宜也購民黨的啊 那為什麼可以第一名 對不對 所以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說 你要不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 民調縣市長私人滿意度 他是一個影響分數 但是別忘了 選民投票也是影響分數 對我喜歡我喜歡鍾小平 我就投鍾小平啊 那我不喜歡他 他再優秀 我就我就是不喜歡鍾小平 我就不會投他啊 這也是影響分數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調 其實我覺得韓正寅這樣子回答 其實是 所以你頭髮不一 不是因為我信中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關係 而且我在問你說 你們這一次民調 這個倒數第二名啊 對啊 你居然告訴我 你跟我講這幹嘛 我是選市長 我現在選總統 我又不是選市長 那你如果連市長都做倒數 你市長如果做到倒數第二名 你憑什麼選總統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選總統 我高雄市民感受我管他 這個意思嗎 你這個都我跟你講 這個最後都會反映到選票上 所以高雄市這次韓國瑜的得票 會是一個很大的指標了 對他去年拿到八十九萬票 超過五十趴的選票 那我們就等著看看 他今年在高雄市會拿多少票 那再來講到他說自己估 最後是三五十萬 我現在都不用民調 我都用挺韓人士講的數字 最早胡宥偉的時候講說韓國瑜會贏九百萬票 對到後來 會得九百萬票 沒有他說會贏九百萬票 所以我才眼珠子掉下來 那再來前一陣子在挺藍的這個群組裡面傳的很兇的 說某群制單位估票 說韓國瑜最後會贏一百三十五萬票 從九百萬到一百三十五萬 超過半年多的時間 韓國瑜已經少了七百多萬票了 那到今天也不過才兩個禮拜 怎麼又少掉一百萬票了 那韓國瑜你的選情的確是越來越差 沒錯啊 我現在都不用民調 我現在都用你們自己人講的話 那你到你到底要怎麼樣嗎 你叫你的支持者說蓋牌 唯一支持蔡英文說民調都不可信 然後你自己又講說什麼叫據權威人士估算 對請問這權威人士是火星人還是冥王星人 他後來有講哦 日本專家都這樣講了啊 他他引述的大概就是前駐台的代表這個招田幹夫 好那招田幹夫他的根據是從哪裡來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沒有看到他講話的原始資料到底是什麼 那我在看到韓國瑜最近其實他他常常做的事情 自相矛盾 這很奇怪 他去上博恩夜夜秀 然後接受其他網紅這個志祺 他們的訪問 當然就是想要突破這個年輕人 這個低知識度嘛 對這個也很正常 可是你去形容年輕人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覺得韓國瑜 那個話非常的耳熟能詳 其實他是拐彎抹角跟講張善政一樣的話 就是簡單來講 年輕人因為涉事衛生嘛 所以容易被騙嘛 所以你看嘛 他講說年輕人 你們要反過來問 為什麼40歲以上的 對不起這句話我要抗議 什麼叫40歲以上叫中老年人 哈哈哈哈 我也順便抗議一下 對啊 在座每個都要抗議了 在座誰 你不用抗議 什麼叫40歲以上叫中老年人 你又把我們都得罪了 就40歲以上的人為什麼比較不支持蔡英文 年輕朋友比較樂意支持呢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中老年人人生月曆比較豐富 意思就是說 年輕人設施衛生容易被騙 中老年人比較不容易被騙 這是不是跟張善政之前講的話 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還要跪著手路去騙年輕人 那你如果是這種態度 在看年輕人的話 你覺得年輕人會支持你嗎 是啊 我覺得韓正瑩像趙欣這麼年輕 也是很優秀年輕人 你們應該多跟韓國瑜講 年輕人真的在乎的是什麼 你韓國瑜到現在沒有搞清楚 年輕人在乎的是什麼 就你個人的人格特質上來講 年輕人在乎什麼 年輕人最在乎 最討厭被騙 那你有沒有騙人 有嘛 對不對 你光這一點 你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跟年輕的選民做解釋 做訴求 可是從參選到現在 感覺上沒有在做 而且現在今天離選舉投票日 好像已經快晚上十二點了 馬上就只剩十五天了 對 你再剩十五天 你才再去訴求一個 你的支持度 可能只有十幾二十趴的族群 你覺得來得及嗎 這個是需要長期的經營的 蔡英文花了多少時間 才重新找回他年輕人對他的支持 蔡英文花了多少時間 那你韓國瑜 你想花最後兩個禮拜 你覺得就可以從二十幾趴 一路提升到五十趴嗎 我覺得基本上那是天方夜談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你對待 最後我要講他對於罷免的態度 如果當天一二二一的遊行 真的如你所說的 都是外國人或香港人 那你就不用擔心了 真的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擔心 他也罷免不了你 因為這些人到時候都沒有投票權 那你擔心什麼 可是我們從他最近的反應 感覺上我覺得他蠻擔心的 哦我不敢講那天參加 罷免遊行都是高雄人 但是以我目測至少七八成以上 都是在地人 因為其實各位有信心 你去查那個高雄捷運當 因為高雄捷運那個App做的還不錯 從捷運通車開始就說 他每一站 即時的流量 然後他甚至可以往前堆 就是說你你到達這一站 你是在哪裡上車的 那天在遊行的當下 捷運站人最多的是哪裡 買凹子底站 然後他對韓國瑜的那邊主要集結地 那你往前推 到凹子底站的人 大多數在哪裡上車 在高鐵左營站跟高雄火車站 那什麼樣的人會搭高鐵跟台鐵來高雄 外縣市 那可是呢文化中心那一站 他往前推上車的地點就分散 在高雄各個不同的捷運站 那表示說是高雄在地人多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很清楚 但是我想韓國瑜陣營應該也知道這樣的東西 只是說你選擇要不要去直接面對他 尤其今天罷韓的團體提出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棒 這個他們今天雖然向中選會提提提接 但是最後主辦罷免選務是高雄市選委會 我覺得韓國瑜我們大家開大門走大路 他們的訴求是說請高雄市所有的政務官暫時 辭掉選委會的兼職 就讓事務官來做 因為這會產生一個基本上的矛盾 就是說我是高雄市政府政務官 我現在要主辦一個業務叫罷免我的頂頭上市 這這會產生一個基本上的矛盾 那最後我要講就是韓國瑜你現在他奇怪 剩十五天照理說現在候選人應該很忙才對 感覺上他行程好像也沒有特別多 少之又少啊 對前兩天發生一件事 我不曉得是不是巧合了 不要到時候又說我們在黑函 就他去新北參加那個新北歡樂耶誕城 其實那個活動其實我覺得辦的還蠻成功 每次每年那個每年人都很多 就韓國瑜去到現場 照理說你應該是搶曝光 就怎麼會被表演團體 照理說他去是眾人睫目的焦點 大家會把他推到最前面說 這個韓市長韓總統你站前面 對啊 結果竟然被表演團體遮住 臉 表演團體膽敢把他遮住 不曉得是表演團體沒有注意到他有來 還是還是發生什麼事 還是說表演團體也都跟這個王惠美縣長一樣 都是心直口快的人 覺得這個時候我就是要表演 所以我把你遮住也無所謂 我不知道可能只是巧合啦 還是覺得遮住比較好 這這我就不知道 你看你果然黑函 難怪你會被告